在地人在地前要來講 全台灣的便利 喬匈已經超過一萬間 這個三五腳步就有一頓 但是這個台南的祖庭 竟然一頓點就沒有 說因為當地人口老化 少年人都離鄉北斋去找出 喬匈的賓國在當地站點 不會賺錢 所以這個在地感到點就很無形 就要減做這個喬匈的業務 現在有專機 水渡泊物館 跟祖庭劃酒橫区帶來人條 祖庭現在有機會 要來設立第一間的橋上 台灣的超商密度 真的非常的高 走幾步路過來 這邊又可以再看到一間超商 真的是所謂的 就有一間 不過你能想像嗎 全台灣竟然還有行政區 是連一間超商都沒有 整個行政區沒有超商 想要買飲料或是零食 只能來到雜貨店 這個地方就在台南的左鎮區 沒有超商 這間鎮的店多重要 人家會去家裡做工 沒有在 他就走到玩車等下班回來 日頭就算了車路看得到人跟車 最大的原因就是人口的努力 很嚴重 早點的第一位在超商區 人口差不多是四千二百人 但當時都有既民是要加民超商 中國中國公司蘋果厚 無同意 人口是不夠啊 台南昨天所變成全台灣唯一 無便利超商的行政區 這樣是什麼情形 就是 納金揚印報告頂票 都無方便 如果我買納金的 有的不然都要去外面 雖然要改變了 早點的花酒館 跟水道的泡沫館這兩年來開幕後 跟這個人很高 未來這塊五百平的礦地 會變成很有特色的超商門市 關就對了 來吸引 一股年輕人會來打卡 跟這個有人 嚴格並不是在暗時 竟然會不成立 是說在地人 真的有新的超商來 好 人口外流 很嚴重的 酒店區比較有外寧 在地人希望說 超商趕快來 因為現代人的一廂生活 真的很需要 裡面的超商